第七百六十四章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 谢谢手中双龙笔光芒收敛 呆呆地看住面前娇称住的元恩叶辉 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这一刻的元恩叶辉看上去风情万种 和平日的冷漠简直盼若两人 踏踏踏 人非草木 孰能无情 看住面前这呆呆傻傻的家伙 元恩叶辉忍不住一巴掌拍过去 拍在他头上 两人从天而降落在荷叶上 元恩叶辉翘脸微红 松开了他 谢谢直到此刻才真正的明白过来 他猛的一声嚎叫 高高的跳了起来 但他立刻想到了先前徐励志的乐极声碑 赶忙控制身形 宛如柳絮一般轻飘飘的落在荷叶上 元恩 元恩我爱你 以后你让我往东绝不往西 让我年狗绝不追击 以后我就是你的人了 谢谢没有落在自己的荷叶上 而是落在了元恩叶辉的荷叶上 别看徐励志比他胖得多 但要论脸皮厚度 徐励志两边脸夹起来都不如他 谢谢此时已经是一把抱住了元恩叶辉 欢欣雀跃 微微 还没到最后一个环节呢 注意影响唐英梦在远处笑道 唐武林看到这里也不禁松了口气 总算啊 谢谢这么多年总算是熬出来了 他真心地为他们开心 他也下意识地将目光投向远处 励志成功了 谢谢成功了 那自己呢 元恩叶辉难得的没有将这家伙轰飞 只是略微推举住他的身体 低声道 快松开我 再丢人我要反悔了 不能反悔 谢谢赶忙松开元恩叶辉 看住近在咫尺的胶炎 他的呼吸明显粗重起来 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啊 这句话用在男人身上虽然不合适 但却特别适合此时谢谢的心情 谢谢一把拉着元恩叶辉的手 右手一招 用魂力牵引过自己的荷叶跨了上去 带着他回到自己先前的位置 之前所有的忐忑 抑郁抑 全都荡然无存 双眸之中固盼生姿 那副得意的样子 让元恩叶辉甚至开始有些怀疑 这么就选了 他是不是个正确的选择 而此时此刻 所有女生之中 还没有进行选择的 就只剩下一个人 按照规则 没有摘下斗笠的女生 在这个环节 要在最后时刻才能选人 17号女生 请问 你是否选择心意男生 唐武林的一切尴尬 都在这一瞬消失了 她的目光跨越百米湖面 直接落在了那女生身上 所有人的目光 也都集中在她身上 尤其是那些 已经猜到了她是谁的人 更是如此 谢谢和元恩叶辉 也平静了下来 看看远处的17号 再看看唐武林 和她身边的三女 两人的表情 都略微变得凝重起来 为什么她始终不肯见面 她回来了 难道她不应该欢心 雀跃吗 她们之间 究竟是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竟然会让两人 对面不相认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17号女生 沉默片刻后 轻轻地摇了摇头 她的动作很轻微 看上去也很简单 可是 却令站在荷叶上的唐武林 如坠冰枯 她摇头了 她没有选 是的 她没有选自己 甚至谁都没有选 更没有摘下斗笠 毫无疑问 这意味著 她并没有心上人 也无意在本届 相亲大会上 寻找自己的伴侣 唐武林只觉得 自己的心 彭腹被什么东西 一把攥住了似的 突然有些无法呼吸 她的双眸 有些朦胧了 一抹淡淡的苦涩 从嘴角处浮现而出 曾经的种种 在心底泛滥 为什么 你不选我 所有的相遇 都是久别重逢 被人轻视天资鲁顿 入学与室友打架 分入最末的五班 一切都是命运使然 她也曾无助 迷茫 哪怕心智在肩 黑暗中 也只是个孩子 冥冥之中 她等到了一个人 那天风和日历 天空中只有 几缕淡淡的流云 微风中是浅浅的花香 在大汉淋漓的操场上 她与一个纯白的身影 不期而遇 清秀的面容 黑色长发 黑色眼眸 行走之间 似乎有一种奇异的气场 你为什么带着铁锁链啊 锻炼体魄啊 老师对我的要求 更严格一些吧 你真厉害 吃饭时 她似乎特意留意到了 她惊人的食量 递给她自己的包子 我的吃不了 也给你把一个举动 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一切是那么流畅 就像一位老友的关怀 她叫古月 好似古井的深潭 蕴藏着深深的秘密 好似融融的冷月 清亮了她的目光 她是卑微的兰茵草 她是元素眷顾的宠儿 一个顺流而上 一个逆流而下 就在湍急的时光里 久别重逢 无论站在什么立场 我都在无形中拥抱住你 升班赛的默契 升灵台的协助 他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朋友 当一身烤肉味的她回来时 她能警惕地察觉到 她和其他女生见过面 当晶体化的她 从半空中坠落 她不假思索地 用身躯接住 不让她粉碎 对他人冷漠 只为你展露笑颜 面对是否加入唐门的抉择 她的答案是 不 她害怕 害怕身边的人 一个一个接踵而去 就像当初的父母和妹妹 年少时 涓涓清流 暖暖一微 浑岛大巴上 东边是大海 蓝色的无边无际 清得水添一色 她看住窗外 不断掠过的美景 迷蒙中 轻轻唤出妹妹的名字 银色的身影 在脑海里一闪而眉 再次睁开眼时 却是惊讶的她 她微微一笑 递过一个水杯 里面只是清水 温度适宜 却滋润着她的心 阳光洒落在她的脸上 彭扶她的皮肤 都变得晶莹剔透 原来她这么好看 微醺的日光 让她轻轻已在她的肩头 呼吸慢慢变得平和 她也不知不觉和上了眼 身体暖洋洋的 疲惫在这一刻的温馨中 悄然散去 没有过多的言语 这一幕 就好像岁月的黑白断片 为你 虽死不悲 天海联盟大比上 她遭遇突击 可却来不及反应 只能覆手待毙 忽然间身体一暖 她抱住了她 用自己的后背 承受了一切 一朵朵鲜红的血花 在她眼中绽放 而她的脸上 没有悲伤和遗憾 只有淡淡的微笑 多么希望能和你一起 走过今后的路 但我不会忘了我的初衷 好想一直这样守护你啊 我所重视的你 不过 也许这是最后一次了吧 她惊慌 不惜消耗自己的生命力 引动最纯净的生命光明 修复她受损的身体 她不管 她要她好好活住 你说 这个世界上 没有任何一种契约 能超越生死之交 长大之后 你还是你 光阴四剑 日月如梭 三年过去 不知道为什么 她对她的态度有所转变 不再像从前那么亲近 反而有些疏远 他们来到最高殿堂考核 成功了 可是她却不愿意 不愿意 她打你了 我不开心 她转过头 只是她的眼睛 没有一点 犹疑和留恋 就这么平淡 而没有余地地 道出自己的理由 谢谢 谢谢你 还是那个为我奋不顾身的你 原来一切都没有变 当我有能力 获得公平的时候 我会再来 她被刁难 面对长老的威严 她丝毫没有畏惧 不卑不亢地 站在她的身边 因为 那个被刁难的她 是她要守护的人 请问 史莱克学院 可有公平 答案决绝而轻蔑 她感到无力 面对绝对的实力 自己真的连伙伴也保不住了吗 她昂起头 三位长老 我放弃考入史莱克学院的资格 有一天 当我有能力获得公平的时候 我会再来 为了她 她要放弃自己的理想 哪怕世界背弃了你 我也和你并肩而行 她一夜未归 她无眼等候 她靠在一株大树上 闭着双眼 长长的睫毛上 挂住几滴细小的露珠 在黎明晨光的照耀下 就像是一幅画卷 她正正地望住她 这一幕深深地烙印在心底 你醒了 你怎么在这睡 你很晚了还没回去 我出来找你 看你还在冥想 就没有打扰你 她说得很平淡 就好像说了一件 微不足道的事情 她嘴角有一抹笑意 不知道为什么 看住眼前的少女 她并不想对她说出 谢谢二字 生活 也许并不需要 轰轰烈烈的经验 有时 平平淡淡的安逸 和甜淡足矣 就算散伙 我也会跟随着你 他们小组发生分歧 其他人全部反对 她的观点 有灵金属之作窦凯 对于其他人来说 太过遥远和天马行空 可是她却完全相信 毫不犹豫地 站在了她这一边 算了 确实是我一想天开了 不 我就要用有灵金属 来制作我的一字斗改 看了她的倔强和坚决 这一刻 她心中充满暖意 有你在 何妨与世界为敌 我会融合 你终有我 我终有你 面对强大的对手 她依旧站在她的身前 明知必输 却没有怯懦 一个为了她 包容她的高傲和任性的人 一个守护她 以命换命的人 她的眼神逐渐迷惘 就这么张开双臂 从背后深深地抱住她 没有犹豫 只有全身心的信任 一切庞扶重林年少时代 那时 她还是青木学姐的小男孩 她还是爱吵嘴的小女孩 头顶似乎有浩瀚的穹顶 见证着这伟大的仪式 他们赢了 却也昏迷 可她的手 就好像长在了她的身上 怎么也分不开 他们就以拥抱的姿势 取得了胜利与荣耀 两个人在相悖的道路上 缘分也许会被切断 永远存在的一定是 武魂和心灵的羁绊 他们 何尝不是对方的羁绊 第765章 原文与谢谢的百年好合 一切的一切 在她摇头的那一瞬 都如过眼云烟 一切的一切 在这一刻 都如一柄利刃 从天而降 斩天断地 三年朵的时间 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分离 她心中有的只有她 而当她回来的时刻 当她在这海神园 相亲大会上 见到她的时候 她却甚至不愿为她见面 一切的一切 都化为苦涩 化为难以形容的剧痛 在心中弥漫 哥 身边传来 纳尔轻轻地呼唤 唐武林 有些僵硬地扭头 看向她 向她笑笑 纳尔呆住了 她从未见过 哥哥会有这样的笑容 僵硬而尴尬 还带着一抹绝望于落寞 她突然觉得 自己的心好疼 好疼 疼得难以形容 她下意识地 攥紧了她的手 戴着斗笠 戴着面纱 她远远地看着她 她看不到 她的双眸 早已水雾弥漫 她看不到 她那长长的睫毛 在轻轻颤抖 她多么想掀开 自己的面纱 可是 她很清楚 自己应该当断则断 列车上 他们在聊志祥 有远大如谢谢 有平凡如许小言 有安逸如徐丽志 也有 嫁给你一句玩闹的话语 庞扶让她的情绪 明显滴落了很多 她第一次看到她这样落寞 宛如秋季的萧瑟 她的身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 她的志向 也许真的很重 很重 陈甸甸倒被所有人质疑 反对 但也要背负着走 她不想伤害这群伙伴 所以她选择了 与其欺骗 不如不说 每个人都有秘密 那你就别说了 那你的志向了 参军 我要去参军 她要变得强大 那时候 才能找回爸爸妈妈 找回奈尔 她望向窗外 失神地微笑住 她似乎察觉到了 她的神情 刚才 从前 幼稚未来的一幕幕 闪现在她的眼前 那个晚上 她的发丝 在晚风中飘荡 眼眸不再是黑色 而是散发出 淡淡的紫色光韵 掌心中 一团团光芒跳动而出 一抹深紫色 最后月起 一闪而眉 她美得就像一个月夜的谜 眼眸中是深深的潭水 人生就是一场旅途 有沿途的旅客和风景 总有一天我会下车 但我留给你的 是最美的记忆 就让我在你的脑海定格 约我在那片风景里 永不消敏 海神湖上海神源 相亲大赛的 第四个环节结束了 三生有缘结束了 可在她心中 原以为的原定三生 却只换来轻轻的摇头 无言的拒绝 让她心念俱灰 此时此刻 她甚至只想赶快离开这里 找个地方把自己埋葬 好 既然17号女生 并不愿意选择 那我们也不勉强 但因为还有最后一个环节 所以你暂时还不能走 请我们所有女生归位 你们先前的选择 都已经被记录了下来 接下来将是我们海神源 相亲大会的最后一个环节 百年好合 按照规定 百年好合这个环节之上 全力将反转 男生将做出最后选择 如果你们选择的是 刚刚选中你们的女生 那么 我们会送上最美的祝福 恭喜你们牵手成功 在这个环节中 先前已经选过 男生的海神仙子们 每个人也有30秒的时间 在你选中的男生出场时 对他说你想说的话 尤其是有多名女生 选中的男生哦 我们的海神仙子们 可要努力打动 你们心爱的男人了 如果男生选中的事 并没有选择你们的女生 那么 你们有一分钟的表白时间 但是 我必须要提醒你们的是 如果你们选的 并不是先前选中你们的女生 那么 失败几率会非常高哦 历届海神源相亲大会 这样选择的失败几率 超过80% 同时 还有一条 相信你们也都知道 在最后这个环节 牵手成功的一对 有可能会遭受到别人的抢亲 抢亲环节之中 你们可以共同面对 只要能够顺利地登上海神湖岸边 就算你们成功了 好 请大家做好准备 百年好合 马上开始 我们依旧按照抽签来排位 第一个出场的是 谢谢 啊 好快 没想到直接就抽中了你 看来 我们可以提前恭喜了 不过 想要抢亲的也可以准备开始了哦 谢谢先是恶狠狠地看了一眼身边的众人 旁边一名男生忍不住道 放心吧兄弟 没人跟你抢 有勇气跟泰坦巨猿在一起的 估计也就你了 快上吧 谢谢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然后才喜滋滋地催动住自己的荷叶 缓缓飘出 来到男生们的最前面 我选原恩夜灰 荷叶都还没停稳 他就已经忍不住喊了出来 喂喂 还没到你选呢 栏目子忍不住笑道 谢谢挺起胸膛 理直气壮地道 无论怎样我都选他 别无选择原恩夜灰脚下 荷叶飘出 选中这个丢人的家伙 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我现在只想赶快离开这里 谢谢哈哈一笑 以后我就是你的人了 脚尖在荷叶上轻轻一点 非也是地向原恩夜灰的方向略去 原恩夜灰真想一巴掌把他拍下来 但就在先前他牵住他的手那一瞬 他就知道 以后自己再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对待他了 这么多年来 他始终没有放弃 始终在为了他努力 他怎会看不到 他没有接受他 却并不等于他不关注他 他有很多缺点 但却胜在专情 他从来都没有对别的女生有过任何的表示 他每天都围绕在他身边 或许他并不知道的是 他真正感动他的并不是那一次次的表白 也不是为了他而刻苦修炼 而是在工读生宿舍的时候 每天早晨在他门前扫地 为他打上一盆清水 他喜欢看他为了他干活的样子 那时候的他沉静而认真 而且眼神中还带着淡淡的温柔 或许就是那天看到的那一个侧面 拨动了他的心弦 在他心中 早就已经选择了他 只是 他有恐惧 他怕他只是一时冲动 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考验 证明了他的执着 守得云开见月明 终于报的美人归 好 下面我宣布 本届海神园相亲大会 第一对结缘成功 原恩叶辉 谢谢 恭喜你们 你们将受到海神的庇佑 得到学院的祝贺 祝你们原定三生 百年好和点点光芒 从远处的海神湖畔升空而起 在空中炸开成一朵朵 绚丽夺目的烟花 在烟花的映衬下 谢谢脸上的笑容 和先前的跳脱完全消失了 他牵着原恩叶辉的双手 轻声道 原恩 我会对你好的 一定会的 我会用我的生命来保护你 为了你 哪怕放弃整个世界 我也愿意 我喜欢你 我是真心的 这我一辈子 就只喜欢你一个人 原恩叶辉 呆呆地看住他 他认真的样子 令他的心 在轻微地颤抖住 他有些娇羞地 略微低下了头 恩谢谢 再也控制不住 自己的情感 猛地张开双臂 将他搂入怀中 而这一次 没有推拒 只有那一双 环绕在他腰间的手臂 第766章 我是个好生的女孩 掌声如雷鸣般 在岸边和红面上响起 第一对情侣的出现 令所有人 为他们欢呼雀跃 谢谢的眼圈红了 为了这一天 他等了太久 太久 他是多么的不容易 才等到这一天的到来啊 唐武林也用力地鼓掌 他脸上充满了笑容 恭喜你们 原恩 谢谢 恭喜你们 烟花散去 谢谢和原恩 叶灰脚下的荷叶 变成了金色 送着他们向岸边而去 没有抢亲 只有祝福 两人登岸 却并没有离去 和他们站在一起的 还有刚刚换掉了 是衣服的徐丽质和叶新兰 对不起 新兰姐 都是我不好 我们没有看到烟花 徐丽质一脸欠然地 看住身边的叶新兰 叶新兰牵着她的胖手 一如儿时那样 这里的烟花太少 我要更多的 你买给我徐丽质兴奋的道 好 我一定把史莱克城 最好的烟花都买来 只为你绽放 别那么肉麻好不好 谢谢忍不住打去的 谁能比你肉麻 徐丽质瞪了她一眼 正在这时 海神湖湖面上 传来蓝木子的声音 下一位 唐武林听到这六个字 四人突然变得安静下来 他们的目光 也忍不住投向了湖面 下意识地 全都攥紧了拳头 队长 队长回来了 他们还来不及为他欢呼 但他们都很清楚 接下来对于他和他来说 将是何等的重要 为什么他不见面啊 而且他也没有选队长 是因为吃醋吗 徐丽质忍不住说道 谢谢摇摇头 眉头紧簇 不 不应该是吃醋那么简单 谷月的性格 你们还不了解吗 如果他真的想要得到什么 他会不惜一切地去争取 就像当初他刚来的时候 总是会挨住老大作 甚至在我们叠手的时候 他也总是选择 放在老大的手掌下面 他们一定是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一些 我们并不知道的事情 甚至我怀疑 老大失踪这么久 也是和他们之间的变化有关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 如果今天 他们不能在相亲大会上 重新找回彼此的话 恐怕 袁恩 叶辉 叹息一声 而这却都不是他们希望看到的 唐武林也没想到 第二个就会抽到自己 脚下的荷叶自然而然地向前飘荡而出 来到了男生们前方 脸上因为谢谢和袁恩叶辉而出现的笑容收敛了 站在荷叶上 他的腰感依旧挺得笔直 他已经18岁了 他已经长大了 作为一个男人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他都不会让自己就此沉沦 哪怕心中万分疼痛 他也依旧要像个男人那样站直了 懦弱永远无法解决问题 更得不到同情 刚刚选择了武林的一共有三位女生 那么 接下来 就请这三位女生分别对他说出你们的心声 做出最后的争取吧 我们还是以抽签的方式来决定你们的表白顺序 阴梦 你来唐阴梦抽出了第一个名字 五四朵五四朵抬起头 遥望住悬浮在湖面上的唐武林 这一刻 他突然有了一些信心 因为 古约并没有见面 也没有选他 三年多的时间不见 他们已经彻底的断掉了吗 那么 自己或许还有一丝机会 他看了一眼龙腔女神娜儿 他确实比自己美 但从未听说过他和他有什么交集 而且 他才十六岁 武林 好久不见了 在这相亲大会上选择你 是我经过深思熟虑的 或者说 如果你不出现的话 或许我的选择会不同 可你来了 关注你是在当年我们刚刚考上史莱克学院的时候 刚开始那会儿 坦白说 我一点都看不上你 我觉得你只不过是凭急助幸运成为了史莱克的一员 那样的你 又凭什么能够成为我们班的班长 可是 后来你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 你有那个资格 每天看着你一步步的成长 我的信心开始动摇 当我一次又一次输给你的时候 你的身影在我心中也在不断加身 我是个好生的女孩 从小到大 我什么都要做到最好 什么东西也都要最好的 在我眼中 你就是最好的 只有你能让我心动 我不会说什么情话 我只能说 我会陪你走得更远 这番话并不感人 但却绝对发自肺腑 远处岸边 骆桂星 徐于成都湿漉漉地站在那里 两人相视苦笑 是的 他们早就已经猜到了他选他的原因 因为他是最好的 武林有什么想说的吗 兰木子问道 唐武林轻叹一声 很抱歉 五四朵 爱情和实力并没有绝对的关系 在我心中 我们只是同学 很抱歉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武四朵深吸口气 还是他吗 唐武林的双眸突然光芒大放 毫不犹豫地道 试得武四朵点了点头 他突然笑了 选你 我不后悔 因为你就是最好的 哪怕是对待感情方面 你也是 输给他 我认了说完这句话 他腾身一跃 没有直接上岸 而是跳入水中 就像先前的 陆桂星和徐于成那样 没入水中消失不见 目送住他离开 唐武林眼中只有歉意 但是 他只能这样做 兰木子叹息一声 很可惜 那么 下一位是戴云儿 唐英梦说出了这个名字 戴云儿的荷叶飘荡而出 他的眼神有些落寞 当唐武林说出事的那两个字的时候 他就明白 他说的不是自己 三哥 好久不见 我找了你这么久 终于在这场相亲大会上重遇 你知道吗 刚刚我看到你的时候 我有多么开心 三年多了 你应该也只是刚回来 最后和你在一起的人应该是我 难道你忘了龙骨之中 我们相互扶助 一步步走到龙骨身处吗 如果不是你 就不会有现在的我 在我心中 你是我认定了的男人 就算你不选我 这一点也永远不会改变 我喜欢你 不是因为你是最好的 就是因为你就是你 我就是喜欢你看住戴云儿 翘脸上流淌住的泪水 唐武林轻叹一声 云儿 抱歉 你应该知道的 我心中早就已经有人了 我不能 也无法这么做 我的心从很多年以前 就已经被他装满了 我只能说 你来晚了 我喜欢你 你虽然是个骄傲的小公主 但你本性善良 你是个好姑娘 可惜 我只能说 恨不相逢未嫁时 我没办法再把自己的心分出一块 我只能当你是妹妹 是朋友 却不能是爱人 带云儿呆呆地看住她 听着她那婉转的拒绝 嘴角处却只有苦涩 她没有再开口 但也没有像五四朵那样就那么放弃 而是坚持地站在荷叶上 没有选择离开 那么 最后一位 就有请我们的龙腔女神吧 纳尔 该你了 伴随着唐音梦的话音一落 整个海神湖湖面上 还有湖畔上 全都安静下来 天空上是星月之光 星空下是海神湖湖面上的波光灵灵 映照着她那银发紫摩的绝美身影 缓缓来到戴云儿身边 她的眼神有些吃了 她的眸光荡漾 她看着她的目光 再不是一个妹妹看向兄长 唐武林微微一震 她感觉到了她目光的不同 哥 纳尔轻轻地呼唤了一声 纳尔 你 唐武林眉头微醋纳尔微微一笑 哥 你知道吗 在当年我三岁的时候 你收留我那一刻 我就已经喜欢上你了 为了我 你用并不强壮的身体 挡住了那些坏人 你不止善良 你更勇敢 你比一般的同龄人要坚强得多 六岁的时候 你的武魂觉醒了 是莱银草 公认的废武魂 不幸中的万幸 你在武魂觉醒的时候 出现了魂力 你的志向是成为一名魂师 那时候你还不敢想斗凯师 所以 你说你想要操控机甲第767张歌 我喜欢你 奈儿温柔地看住唐武林 此时此刻 在他眼中只有他 可是 想要成为魂师 就需要魂灵 就需要花很多钱 我们家里并不富裕 爸爸妈妈真的已经很努力了 所以 你在只有六岁的时候 就选择了学习锻造 我记得很清楚的 刚开始的时候 你每天累得回家后 甚至连表情都做不出 瘫倒在床上 甚至连我叫你 你好像都听不到 可你没有放弃 你依旧坚持地去练习 每当你拿了工钱的时候 除了留下一部分存起来之外 剩余的都给我买糖果吃 那些糖果 可甜可甜了 还记得吗 有一天我问过你 如果我走了 你会想我吗 唐武林呆呆地听住 那儿说着 他的心神 彷復回到了十年前 回到了那时候的家 我的志向是 星辰大海 他是有着黑发黑眸 白皙皮肤的少年 只身一人踏上东海城 怀揣着梦想 涉足未知的前路 废武魂来英草 先天魂力可怜的三级 在偌大的城市里 他平凡 但哪怕渺小的 如一棵四处飘荡的草子 也一直旅行初中 在其他人 还沐浴住父母的 尊尊教会时 他没有了家 那一抹温暖的亮银色 也在目光中远去 在掌心里微凉 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 你会想我吗 当然会想了 特别 特别想湿润的晚风 摸缩住脸颊 左心房传来温热的感觉 他笑笑 并不苦涩 只有对往日的怀恋 在他心中 那个银发女孩从未走远 他还是还是住在 回忆的某一角 在夕阳下 甜甜地换着哥哥 我是唐武林 我的志向是星辰大海 当平凡的草子 萌发成茂盛草原 我是否能重写你的手 重临那片星辰大海前 哥 我喜欢你 我爱你 我愿用我未来的所有时间 来陪伴你 陪伴在你身边 让我爱你好吗 我是认真的 那儿的表情很严肃 严肃的连楼穿上的 晴天窦罗云名 此时都有些震惊 唐武林原本哭泣而绝望的内心 此时不禁泛起阵阵涟 如果说 在他心中的女性中 有谁最重要的话 那么 妈妈 那儿和她 都占据了不可动摇的地位 可她万万没想到 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 在这海神园 相亲大会上 她竟然会对自己 说出这样一番话 那儿 我只做你的那儿 她倔强地说住 唐武林的身体 轻微地颤抖住 时间到了 那儿 为了公平 我不能让你再说下去了 唐英梦的声音 有些奇怪 她不能不奇怪 至少相比于 绝大多数此时 都张大了嘴 不可思议 看住这一幕的人们来说 她已经算是 很好的表现了 那儿低下了头 眼中泪水盈盈 她终于将自己 心中的话说出来了 只是有一句 她并没有说 哥哥 如果你不选我 那么 如果说武思朵 和戴云儿的表白 唐武林 还能硬起心肠来承受 那么 那儿的这番话 却令她心神俱振 她曾经发过誓 绝不让那儿再哭泣 可却万万没想到 眼前让那儿哭泣的 那个人 却正是自己 那儿 你怎么这么傻 可是 不知道为什么 在她内心深处 又有些 难以形容的感觉 就像那儿说的那样 她们毕竟不是亲兄妹 那儿是她捡回来的妹妹 是她用心呵护的妹妹 那儿突然抬起头 目光灼灼地看向唐武林 如果当初我没走 你心中一定不会有别人 唐武林全身一震 她说的对 如果当初她没有走的话 她一直在自己身边的话 而说完这句话的那儿 目光却看向了身后 看向了不远处 那带住斗笠的身影 兰木子和唐英梦的目光 全都集中在了唐武林身上 兰木子忍不住赞叹一声 真没想到 武林学弟 第一次见到 你竟然就会是这样的大场面 有如此众多优秀的学妹们 喜欢你 甚至还包括了我们的小女神 那么 现在 该是你做出抉择的时候了 作为一个过来人 我要提醒你的是 当断则断 不然反受其乱 做出你的选择吧 与其未来伤害更多人 不如彻底让他们看清楚 你的心如果没有那儿的这番话 唐武林会毫不犹豫 可是 他现在真的迟疑了 他最不希望伤害的就是那儿啊 怎么办 该怎么办 唐武林有些呆滞 站在海参湖湖面上 他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有些彷徨 如果早知道 回来参加相亲大会是这样的情况 他宁可不来参加 看看他们 他真的好艰难 武林学弟 请你选择兰木子声音低沉地催促着 唐武林用力地深吸口气 全身的力量 彷復都在这一刻调动起来了似的 他扪心自问 答案异常清晰 他不愿意伤害那儿 但却更不愿意骗他 更何况 这一切是那么的复杂 他更不想放弃这次的机会 哪怕机会看上去十分渺茫 对不起 纳尔 我选十七号女生 唐武林说出这简单的十几个字时 几乎用尽了自身所有的力量 全场一片惊呼 所有外院弟子们此时都完全想不到 面对龙腔女神如气如素的求爱 他竟然没有选择 而是选了那根本就没有选择他 甚至从始至终都没有见面的十七号女生 这 这怎么可能 伍斯朵 戴云儿 纳尔 三大美女啊 他竟然都不选 而是选了那个都没有选择他的人 岸边 果然如此 老大就是老大 威武霸气 只是纳尔 谢谢下意识地挥动了一下拳头 原文叶辉 叶兴兰 徐丽志 此时也无不一脸地紧张 他们都知道 对于唐武林来说 最重要的时刻来临了 淡淡的光芒在空气中闪烁 十七号女生的荷叶缓缓飘荡了出来 来到了最前方 兰木子和唐英梦对视一眼 都看到了对方眼神中的惊骇 他们都想不到 纳尔竟然会被拒绝了 而在唐武林说出那句话的沙纳 纳尔的翘脸上血色退静 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半只脚都踩入了水中 身体晃了晃 才控制住身形 蓝木子吞咽了一口唾液 看向十七号女生 然后听他一分钟表白 十七号女生停顿了一下 然后才缓缓抬起双手 将头上的斗粒面纱摘了下来 那是一张苍白的翘脸 黑发 黑眸 和身边的戴云儿 纳尔相比 他并不出众 甚至完全被身边二女的光芒所掩盖 他的脸上早已满是泪水 控制不住的泪水 他看住他 他的唇瓣一直在轻轻地颤抖住 唐武林笑了 看住他脸上的泪水 他笑了 他对他并非无情 只是看到那些泪水 他突然觉得一切都值得了 你该选他的谷月别过头 看向纳尔的方向 纳尔没有吭声 谷月又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我不想赢 纳尔却笑了 这一刻 他那苍白的面庞上 布满了淡淡的微笑 他挺起胸膛 忽然有些高傲地看向谷月 有些事情 却又不得你谷月闭上双眼 泪水再次奔涌而出 但你可知道 这样的话 他会付出多么大的代价 未来的我们 又会何等地艰难 那而坚定地到 我不管 我只是希望 能把自己完完全全地 都给他唐武林 有些呆滞地看住他们 他并不知道 他们的关系 竟然如此密切了吗 他们究竟在说什么 为什么他一句都听不懂 栏目子也听不懂 但相亲大会还要继续 武林 该你了 你有一分钟的时间 第768章 我只要问谷月 你爱我吗 唐武林却摇了摇头 然后看住谷月 我不需要一分钟 我只要问他一个问题 就足够了 谷月 在这个世界上 我只爱过一个女生 那就是你 你爱我吗 他曾有千言万语 想对他说 可当他真的面对时 能说出的却只有这一句话 也只有这一句话 就已足够 他需要的是一个答案 一个可以让他 不顾一切的答案 亦或是让他走入 另一个世界的答案 他的右手抬起 手掌翻出 金灿灿的鳞片 从衣服下露出的手腕处 一直蔓延到整个手掌 金灿灿的利爪出现 五指倒扣 利爪直指自己头顶上方 一股难以形容的 浓烈血气波动 骤然从他身上迸发而出 在那强烈血脉气息出现的沙纳 在场所有拥有 龙肋舞魂的魂师们 无不闷哼一声 脸色苍白 哪怕是龙月也不例外 怎么可能 他的气血为什么如此强大了 龙月满脸骇然 原本他认为 经过这三年的刻苦修炼 自己已经达到了另一个层次 三年前的唐武林 一对一就完全不是自己的对手 就算他的血脉之力 确实是能够压制自己一些 但如果没有谷月的帮助 他也不可能战胜自己 而三年后的今天 那就更加的不可能了 自己已经是二字窦砍师 是当时强者 就算是面对封号斗罗 似乎都已经有一拼之力 可是 就在此时 当那个家伙将自身血脉气息 绽放的时候 龙月却骇然发现 自己体内那近乎疯狂的血脉之力 在他的气血波动压制之下 居然出现了强烈的沉浮感 庞浮只要他一个念头 自己体内的血脉之力 就会脱离自己而去 沉浮在他面前 和三年前相比 他的血脉气息 不知道强大了多少倍啊 这怎么可能 一个人的血脉气息 怎么会强大到如此程度 哥 不要 奈儿尖叫一声 可他却一点也不敢动 他能清楚地看到 那金龙爪上金芒吞吐 唐武林只需要手掌略微 向下一落 就能抓破自己的头颅 我只需要知道答案 你心中的那个答案 真切的答案 不要骗我 从你的眼神中 从你的血脉中 我能够感受得到 你是否说的是真话 唐武林目光灼灼地看住古月 分毫不让 古月呆呆地看住他 泪水不再流淌 突然 他整个人 庞扶都崩溃了似的 他用力地点住头 刚刚止住的泪水 滂涂而下 他整个人 都忍不住 在荷叶上蹲了下去 他说不出话 只是点头 只是用力地点住头 唐武林笑了 他骄傲地笑了 右手放下 一步跨出 他就已经来到了他面前 他一把将它 从荷叶上拉了起来 拉入自己的怀中 伴随着一声激昂的龙音响起 一个庞然大物 在唐武林身下出现 将它和他的身体 顶了起来 那庞然大物 粗壮有力地厚肢 支撑在海神湖湖水下面 庞大的身躯 单是录在海神湖湖面 之外的部分 就已经超过了50米 那是霸王龙 巨大的霸王龙 可他看上去不像魂灵 而像是真实的不屈存在 厚重的黑色鳞片 新红色的巨大眼眸 还有那恐怖到极致的 庞大身躯 无不显现着 它强悍无匹 地龙第一的强大实力 龙月的实力再强 他的山龙王也只是武魂 而唐武林 却像是召唤出了一头 真实的霸王龙一般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霸王龙 在灯光的照耀下 他那漆黑的鳞片上 影影有暗金色的光泽 若隐若现 谷月将翘脸 埋在唐武林尖头 双臂紧紧地搂着他 当他眼看着唐武林 将金龙爪树立在 他自己头上的时候 多年来内心之中 一直紧绷住的那根弦 彻底断裂 他再也压抑不住 内心深处的那份情感 无法控制地爆发出来 淋漓尽致地在泪水中宣泄 他怎么可能忘记 曾经的点点滴滴 忘记和他在一起 那一次又一次的温馨 面对危险 他总是那么义无反顾地 挡在自己身前 所有的一切如何能够忘记 人非草木啊 如果说 最初的接近 还是因为某些目的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所有的目的都已经在潜移默化中消失了 尽管他明明知道自己不应该这样 开始时是不在意 他相信自己的控制力 而当他惊觉一切已经开始脱离控制的时候 晚了 一切都已经晚了 旁武林的身影 早已深深地扎根在他内心最深处 想要排开又谈何容易 海神员相亲大会 当他看到他出现在对面的那一瞬 他的情绪就险些不能自已 他是用了多么巨大的能量 才克制住自己内心的情感啊 他知道 就算自己认输 也绝不应该和他在一起了 否则 所有的一切都会受到他的影响 所以他不肯见面 从始至终都不肯 他甚至有点希望他能移情别恋 可是 当他说出那番话的时候 他就知道自己错了 在泪流满面的同时 内心中却充满了欣慰 所有的不能 都在他最后扬起金龙爪的那一瞬崩溃 这一刻 他只想紧紧地搂着它 依偎在他怀中 感受着那三年多来 未曾感受过的温暖怀抱 他哭得畅怀淋漓 内心所有的机遇 在这一瞬间 似乎全都消失得了无踪迹 他不愿意再多想什么 这一刻 他只想安安静静地做个女人 唐武林紧紧地搂着他 他的心突然一下就充实了 再看到他泪流满面的那一瞬 他就知道 他依旧是喜欢自己的 时间并没能削减半分他对他的感情 当初那些伤害他的话 只不过都是他的面具罢了 至于他为什么要戴上那些面具 重要吗 现在还重要吗 戴云儿呆呆地扬起头 看中那巨龙头顶上紧紧相拥的二人 他突然觉得 自己的出现是那么的多余 他一点都不恨他 正像他说的那样 他们认识得太晚了 奈儿没有哭 也没有伤心 他在笑 很开心地在笑 充满欣慰的笑 没有人知道他在笑什么 因为此时 看到他脸上笑容的人 少之又少 李承 祝贺武林和古月圆定三生 愿你们能百年好和蓝木子声音响彻全场 这时 该到了抢亲的时刻 但早已经做好准备出手的龙月 却不知道为什么 根本无法迈出自己的步伐 在那巨大的霸王龙和唐武林身上 散发出的强大血脉气息面前 他竟然一点都无法兴起要动手的念头 而且 这难道不是自己想要看到的吗 他终究没有和云儿在一起 下意识地 他看了一眼身边的徐米儿 看向那刚强甚至有些暴力的少女 他却惊讶地发现 泪水正悄悄地从徐米儿眼中滑落 他看住霸王龙头顶上的两人 竟然留下了感动的泪水 也就在这一瞬 龙月的心突然牵动了一下 彭扶被什么东西触动了 而这种感觉对他来说 却是前所未有的 第769章古月 我爱你 霸王龙缓缓匍 将他们送回水面 古月身上荧光一闪 下一刻 就带着唐武林消失在了湖面之上 而且这一下传送的距离很远 甚至在岸边也没有看到他们的身影 海神湖上海神园 毫无疑问 这又将成为海神园相亲大会上 一次会令人津津乐道的美式 海神湖湖面上依旧光芒璀璨 但伴随着他们的离去 却略显暗淡 就像是 主角已经离开了 唐武林从来都不知道 古月竟然会变得如此炽热 就像要融化他一般炽热 他竟然主动稳住他 那是带着危险味道的稳 他的唇瓣火热而芬芳 更有着难以形容的情感爆发 唐武林心中的感情 又何尝不是压抑多年 他紧紧地搂着他 想要将他所有的一切 都融入到自己的身体之中 他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只知道周围全都是树木 而在自己怀中的 就是自己这一生最重要的女人 这一吻很久 很久 两人都很青涩 青涩地不知道该如何继续 他只是在他的被囤处 用力地搂紧 他则紧紧地搂住他的脖子 两久 两久 直到两人都有些喘不过气来 直到他们的唇瓣都已经微微红肿 他们才终于再次搂紧对方 大口大口地喘息住 如果我不说爱你 你是不是真的会自杀 古月有些喘息住说道 为什么要自杀啊 我只是想用金龙爪挠挠头发而已 唐武林轻笑住 古月抬起头 看向他 他却顺势在他唇上轻轻一吻 骗子 古月瞠怒地道 唐武林微笑道 如果能骗到你的心 那我情愿一辈子都做骗子 古月 我爱你 古月治了治 当内心的炽热完全爆发之后 略微冷静下来 李直开始重新占据上风 他再次把头埋在他的肩膀 翘脸上却流露出一丝苦涩 你不该这样的 你知道吗 你这是在萤火自焚 我不能和你在一起的 我们不是一路人 我们终究不能在一起的 唐武林淡然道 如果注定这个终究 那为什么要有曾经 既然有了曾经 那么一切就已注定 这是我们的命运 无论有多少困难 无论我们将面对什么 我都会在你身边 和你共同面对 你不明白的 古月痛苦地闭上双眼 我明白的 唐武林坚定地说道 他没有问古月担心的是什么 因为他知道 如果他愿意说 迟早都会告诉自己 而他如果不告诉自己的话 那么 无论是什么 他都愿意和他一起去面对 古月抓住他的肩膀 有些不舍地离开他的怀抱 武林他认真地看住他 唐武林微笑道 有什么想说的就说吧 我相信你已经明白我的心意 而你也应该知道 我一向都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 古月嘴角处流露出一抹苦涩 如果有一天 你发现我是你不得不面对的敌人 你会怎么样 唐武林道 如果那一天到来的时候 你是我不得不面对的敌人 那你就杀了我吧 让我活在你心里 这样我们也一样可以不分离 他说得很平静 不是什么甜言蜜语 但却令古月的泪水 再次不受控制地流淌下来 唐武林抬手擦了擦他脸上的泪水 双手轻轻地捧住他的胶岩 究竟发生了什么 告诉我吧 让我和你共同面对 古月却用力地摇了摇头 不 我不能说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的话 或许 我真的会杀了你 你难道就一点都不怕死吗 难道你就不为你的家人助享吗 放我走吧 只要我不在你身边 至少我还能控制一切 而如果我一直在你身边 那你早晚都会因为我而送命 唐武林孝了 归根结底 只是因为我还不够强大 古月 你放心吧 我会努力变得强大 好好地保护你 告诉我 究竟是谁威胁了你 他们是谁 我们在史莱克学院啊 难道在大陆上还有学员对付不了的事情吗 古月用力地摇住头 不 不是的 你不明白的 你不明白的 看着她的情绪突然变得激动起来 唐武林赶忙将她重新搂入自己怀中 好 那就不说 等你什么时候想说了 什么时候再告诉我 对不起 古月 我真的好喜欢你 你知道吗 不要再离开我 无论有多少困难 我都会在你身边 古月没有再说话 她知道 无论自己说什么 都不可能影响到面前这个男人的决心 可是 自己该怎么办 真的图一时之快和她在一起吗 现在的他们 已经不是曾经的他们 他们已经长大了 他们已经是成年人了 再也不是小时候那种懵懵懂懂的感情 经过海神园相亲大会之后 如果继续在一起 她知道自己不可能把试得住自己 只会是越陷越深 两人就这么紧紧地相拥住 走吧 去我那里古月轻声道 好 正好我也无家可归 才刚刚回来的唐武林 确实连个住的地方都还没有 荧光一次次闪烁 她不愿意离开她的怀抱 就只能使用一次又一次的瞬间转移 带着她悄然离开 唐武林惊讶地发现 虽然自己的精神力 也已经进入到了林渊静那的层次 但当古月调动魂力的时候 却依既依旧给她一种精神世界浩瀚如烟海般的感觉 她的精神力究竟已经达到了怎样的层次啊 古月柱的地方和那儿差不多 也是一处小木屋 海神岛上的小木屋 而并不是在内院 毫无疑问 这种待遇绝不是普通内院弟子所能拥有的 而是因为她作为史莱克七怪之首 才被分配到的 海神岛上的天地原力浓郁程度远超外界 在这里修炼 无论是什么类型的武魂 都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她搂住她 躺在了那只铺着床单的木床上 依偎在她的怀抱中 她搂着她 此时此刻 在她心中并没有半分想要亵渎的念头 有的只是一种流淌在心间的纯净感情 只要能这样搂着她 一切似乎都变得不再重要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她的呼吸已经变得均匀 特别放松的那种均匀 她原本皱紧的眉头也渐渐舒展开来 睡在她怀中就像个婴儿 她笑了 疲惫也随之袭上心头 从回来到现在 她还从未休息过 而此时此刻 所有的静谧 怀中的人 都给让她无比满足 闭上眼眸 她也渐渐地进入梦乡 进入了属于她和她的世界 清晨的海神湖 有着神秘的美感 水雾弥漫 碧波荡漾 她站在湖边已经很久了 尖头早已被露水打湿 却没有半分要浮去的意思 银发在清晨的微风中荡漾 凝望着远处的沉雾 宛如精灵一般 紫色的大眼睛倒映着湖水 嘴角处始终带着一抹淡淡的微笑 另一个她悄然而来 走到她身边站定 黑发飘扬的她 显得容光焕发 翘脸上带着淡淡的红韵 但当另一个她看到她的时候 脸上的笑容却随之消失了 他们并肩而立 同样凝望着面前清澈的湖水 你赢了 纳尔轻声而又轻松地说道 你好像很希望我赢 谷月眉头紧簇 纳尔轻笑一声 是啊 我其实很希望你赢 而我也早就猜到你能赢 因为我太了解她的性格了 你信吗 我只是作为插曲而存在的 我想她的求爱 只是为了能够找一个 合适的离开理由 你走了 她会难过地谷月说道 纳尔自嘲地摇了摇头 我输了 我能不走吗 但是 从一开始我就知道 我一定会输 也必须要输 否则 她就真的会死 我说的 对吗 谷月沉默了 对吧 对吧 感谢观看